标题,《豆婆苍穹》,改编电视剧,《玄幻》制作的又一巅峰盛事,正能如下,想必很多人都看过《豆婆苍穹》的网络,实体版书籍,随即到动漫版《豆婆苍穹》,连续剧在腾讯首页,每周一集,而且每一集还那么短,看得真不过瘾啊。 此前,该剧筹拍的消息,持续收到观众和夜内外的密切关注,随着剧中首场拍摄场景的剧照公布, 也首度正式公布,随后陆续进组开摄,该剧由《江平编剧》,《黄外执导》,于荣光任监制,庄严任特效导演,于婉器,蒋小荣任制片人,《豆婆苍穹》,营造了一个充满奇幻色斗气大陆,天赋非败却永不延弃的少年硝烟, 干练退骨闯天涯,以突破自身潜能的成长,来打破人生的格局。 而此次公布的概念海报,恰如一副召唤令,剧照中的五族知识破坏而来,而来了人于尽头之前, 踏上是灰的无灰之徒,拉开光明与黑暗对决的序幕。 电视剧《豆婆苍穹》,第一季主演们的正式集结,成了斗气世界的通关秘语, 为观众开启了一场少年励志热血的集幻之旅。 《豆婆苍穹》,亦想象无限设定游戏的《豆气大陆》,打破被限定的空间与历史, 给人物和观众无限的成,成和延展空间,善良,光明,牺牲教学恶意, 黑暗与贪欲,身处斗气大陆特有体系, 与导则下的主角们,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, 决定了每一次改变与境界,无稽可寻又遵循内心。 故事中,天才少年硝烟九岁便天赋尽险, 却在遭遇母亲被冤刺杀后变长愣欲, 斗气皆无,为婚妻退婚, 被视为废物和叛徒居子的萧颜光环散进负重前行, 而凶中的倔强和不屈令萧颜同步延弃, 等粮食或智有欲正爱, 黑暗再现,萧颜肩不亏甲, 运命为弃,为正义迫势而战, 在喜欢的斗气世界中, 始终不散的是少年的稚气和热血, 电视剧,豆腐苍穹, 力求将故事中的年少气质, 笑话变,飘逸然光的无冷, 演绎少年感十足的传奇人物萧颜, 耀眼蓬勃的气息扑面而来, 轻心倔强的林, 饰演为爱陪伴萧颜左右的小薰儿, 而形象多变的陈楚河出演仙世耀陈, 这个硝烟成长中的巨大变数, 甜美精怪的李倩饰演小一仙, 轻力优雅的刘玉璞, 成为那蓝嫣然, 冷艳奥绝的琴之类出演美杜莎, 化为硝烟情路上的多变光景, 进入迦南学院, 成就了萧颜大又一次蜕变, 兄弟们的集结也影响着他未来的路, 能否更热更高, X九少年团中的吴嘉诚, 饰演孤傲细腻的虎咖, 吴嘉诚饰演元气明亮的浩千, 萧颤出演冷静沉我的林修雅, 陈泽西出演看似不羁的夜蓝, 彭,楚越出演善寻人心的寒险, 而映太男神云荣光, 携手绝美女神李若同, 出演萧颜深谋远欲, 又充满英雄性盖带的父母, 林萧素饰演的韩风, 邓伦出演的萧顶, 以及徐少强饰演的纳兰杰, 曾江饰演的云山, 李子峰饰演的胡元和秋心志饰演的海波东, 均代表了各部族的复杂势力, 也组成了硝烟人争路上的未知关卡, 电视剧, 洞魄苍穹, 概念海报中, 透出的神秘气息, 正式故事的开端中, 那曾包括在黑暗中不安光明的起源, 风使极寒中, 孤鹰一纵且其寄出, 五大部族为了天下安定出现魂殿, 会决中前行, 唯有物件旗帜孤入一帜, 随着首场去照的场面曝光, 这场冷却深邃的赤魂之战, 也跨越了遥远广阔的斗气大陆, 突破冰河和黑暗黑之地, 引领观众感受这份黑暗蔓延的压抑与震动, 而演员们微妙精湛的演技, 也将极端情境下故事的名义暗线交织暗藏, 引人猜测与揣测, 他要成, 陈主是, 眉目紧缩, 犀利冰冷, 顾文心, 李若同是, 眼神坚定神态淡然, 乐兰杰, 徐少强是, 神情复杂, 自由不安, 寒风, 林小素氏, 的脚强难猜, 动精间, 并观着体外道, 其间的决绝和悬念感, 而故事的发展, 也随着这一意有颠覆性的推动, 要承生此, 武文心成为叛徒, 武大不足, 惨败离心, 黑暗势力, 暗藏的商机也带叙事引爆, 影像风格独特的导演黄伟和擅长传统语, 创新相互交融的编剧章品, 极为注重戏剧创作本身, 着力思考, 则也有力的叙事与丰满的人物, 女性力量的呈现, 以传达故事的内在精神, 还原入本身, 在观众领略都去大陆上齐去的, 风格各异的种族, 地域与文化, 电视剧, 斗魄苍穹, 第一季将展转国内多地, 潜心进行拍摄, 2015年12月, 参演电视剧《风神宝之》, 凤鸣奇山, 小乐家, 从此叹入了演艺道路, 2009年, 因出演情景戏剧, 家有外星人中的藏不苦一脚, 而被观众所熟知, 2011年8月, 吴美主演的情景剧, 淘气哇马小翘, 荣护第二十八件中国电视剧, 《少儿飞天讲》, 2012年, 随着自古英雄出少年的热播, 无类凭借着《大丈夫》这一角色, 获得了观众更多的关注, 2013年4月, 参演电视剧, 远的要命的爱情, 终饰演梦想, 八月参演于正版, 神雕侠侣, 饰演小杨过, 2014年2月, 参演电视剧, 《狼牙宝》, 饰演飞流, 同年10月, 主演电视剧, 《山海经之赤》与传说, 饰演, 刘素氏佩佩, 2015年2月, 参演网络剧, 《仙境客栈》, 饰演男一号李逍遥, 同年4月, 参与录制, 湖南卫视, 好好学吧, 参演, 湖南卫视周波剧, 《学风少女》, 饰演, 吴亦峰, 同年拍摄其主演的中国和好栏目和拍当3D魔幻电影, 奇迹, 追逐彩虹, 2, 016年3月, 主演拍摄电视剧, 《奇心记之嫌疑怒马少年时》, 电影, 《大闹东海》, 同年6月拍摄, 《学风少女》第二季, 饰演, 胡亦峰, 7月8日, 参与拍摄电影, 《埃修罗》, 担任来一号, 比起, 1990年9月27日, 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巴城镇, 中国大陆女演员,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剧学校, 2008年, 凭借出演, 《新版红龙梦》中少年学宝钗被观众熟知, 2010年, 出演现党90周年片礼片, 《现党委业》中的阳开会议奖, 凭借该片人来第31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, 2012年, 在电视剧, 《守望的天空》中担任女一号, 一眼葡萄, 2013年, 该剧荣获优秀中国电视剧《金天使奖》, 2013年, 又陆续出演都市情感电视剧《花开半下》, 璀璨人生, 以及现代都市女性励志复仇剧《天兵归来》, 2014年的年3月, 与实力男星韩董首次合作, 出演电视剧《情马雪洋花》, 2015年, 李沁参演青春爱情电影, 至青春爱, 原来你还在这里, 日野梦雪一角, 童年, 参演《白鹿元》, 饰演田小乐, 2016年, 除了参演电影吧, 微微一笑很清澄, 李沁还主演了爱情片《闭嘴》, 爱吧, 2006年, 开演电视剧《新作业》, 新作业《丁辰》, 2007年, 开演电影《大冠篮》, 饰演篮球高手, 小岚, 2008年, 开演台湾偶像剧, 民众注定我爱你, 饰演, Dylan, 2010年, 赴中国大陆, 千月开演《新流星蝴蝶剑》, 2012年, 在电视剧《天涯明月刀》, 饰演, 夜开, 一角, 获得了乐视上演展台最受欢迎男演员奖, 2015年, 主演电视剧《爱少哥们》, 饰演男一号乐园总经理, 以及黑道少主, 解封, 2014年, 林平剑电影《美人鱼》, 她选胜出, 而获得了主演周星驰指导的, 模幻现代爱情科幻片《美人鱼》, 机会, 饰演女主角《美人鱼》而受人关注, 2015年5月, 成为郭敬林电影《绝技》, 第四位主演, 2016年, 主演的电影《美人鱼》, 于2月8日, 大年追一, 上映, 影片票房突破33亿, 刷新华语电影票房记录, 同一获得了第十八计华评奖最佳新任演员奖, 同年11月2日, 荣获第十二届中美电影节, 最佳新人奖, 2017年1月28日主演的《西游浮妖妖片》上映, 天惨土豆, 本名李虎, 1989年出生于四川, 中国内地网络小说作家, 八零后, 出名作家, 浙江社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, 2008年4月, 在《西游浮妖片》中文网开始创作出女作《魔兽界》, 第一届纵横, 5月, 成为《西游中文网》签约作家之一, 2009年4月, 创作长篇《玄幻小说》, 《斗破苍穹》, 此书在《西游中文网》高达一亿五千多, 万个点几率, 凭借此书的巨大人气, 天惨土豆李虎成名, 成为2009年《西游中文网》白天作家, 2012年创作《五栋前婚》, 获得了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第三名, 2013年高新作品, 《大竹宰》, 在其边《中文网》连载, 获得了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第二名, 2014年4月, 一部绝密作品, 在没有任何网络连载的情况下横空出世, 此书名为《灯破苍穹前撰之一老传奇》, 此次新书上市之后, 在此获得了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第三名, 其作品相继被改编为网游和手游, 所有作品都已改编为漫画, 《灯破苍穹》更是被万达改编为电影, 《灯破苍穹》还被腾讯改编成动画, 令人版科为您分享, 如果想看到更多内容, 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, 标题, 《灯破苍穹》,